欢迎收看建筑300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播放过程中 偶尔会看到网友这样的留言 为什么这些建筑都是国外的建筑师做 我们自己的建筑师就不行吗 是我们真的不行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栋土生土长的建筑 一栋中国制造如假包换的建筑 凤凰中心 凤凰中心位于北京朝元公园的西南角 它的全名叫做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凤凰卫视大家都很熟悉 曾几何时家里能收到凤凰卫视的 那就被视为非常高级的象征 因为那是来自香港的节目 总觉得能从里面看到一些 我们不该看到的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来自香港的凤凰 当他要做凤凰中心的时候 首先确定的却是这个项目 我们绝对不用国外建筑师 必须由中国建筑师完成方案 后来凤凰总裁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表示 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们认为 凤凰是中文台 凤凰是中国的凤凰文化 凤凰中心要建在北京的朝阳 所有的这些外国人很难理解 所以一定要用中国建筑师 后来经过了国内的方案竞标 最终选定了北京院总建筑师 邵伟平提出的现在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 莫比乌斯环的设计理念 莫比乌斯环是1858年德国数学家 莫比乌斯和约翰里斯丁发现的一个神奇理论 简单理解就是把一根纸条扭转180度后 两头再粘接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这样的纸袋上行走 那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旅程 因为它把原本两个对立的面 用一种简单巧妙的方式整合在了一起 就像中国的阴阳理论 凤凰的凤和黄的文化 所以这个概念一被提出 立刻就获得了业主方高度的认可 那么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环呢 其实这也源自于对建筑功能的一个分析 由于凤凰中心的功能组成 主要是由高层办公和演播工艺两个板块组成 项目用地的限高为60米 常规做法之下一般会做一个10层左右的办公楼 再做一个独立的演播厅 但这样的话 这个建筑就会陷入一个套路性的设计模式 比如一个矮胖的办公楼和一个短粗的演播厅 为了将这两者进行一个有机的融合和转换 从而创造出一个整体的建筑 建筑师想到了莫比乌斯环 因为这个环的精髓就是融合和转换 由于加入了环的概念 就出现了常规设计中不会出现的空中连廊 而这些连廊所体现的公共空间 后来成为了所有到达凤凰中心的人 感受最深的地方 也是整个建筑最有魅力的区域 而且建筑师还创造性的利用其中的坡道 做了一条非常震撼的空中曲线走廊 这个走廊精巧的设计实在令人是叹为观止 最终你会发现在引入莫比乌斯环之后 凤凰中心的所有内在结构就都变得无比灵动 好像全都被赋予了生命令人感觉非常的梦幻 那么这样的概念如何才能实施出来呢 因为这次的设计不是只画个效果图这么简单 如果大家看过每年出版的中国效果图年间 大家就会明白 在画画阶段我们国内的建筑师的想象力 那是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外建筑师 绝对是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 现在这个环要实施怎么做 这个时候建筑师引入了现在非常流行的参数化建筑设计 什么叫做参数化设计呢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计算机 把原来的二维设计图纸变成了三维图纸 传统建筑墙面是直的 屋顶是平的 用二维图纸就可以表现 现在呢墙是弧形的 屋顶呢你都找不着它的边在哪 只能在电脑里把建筑的三维模型建出来 这个模型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是包含了所有的建造信息的 就像是提前在电脑里进行了一次施工演练 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做法 所有的管线等等 大量的信息都集中在这个模型上 然后用电脑把信息输出 就可以提供给厂家进行产品加工 比如外表面那三千多个各不相同的鳞片单元 如果按传统的做法 需要每个计算每个出图 现在不用了 一个数据输出就能解决问题 就这样 一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方案 最终变成了现实 凤凰中心这个项目很是让我感慨 一方面中国建筑师的专业水平 终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与认可 但是另一方面 数量众多的重要项目 依然难寻国人的身影 今天我们看看凤凰中心 也许欣赏之余 更多的是一种悲哀 因为它太孤独 而这份孤独正是中国建筑师的集体无奈